《甄嬛传》 《甄嬛》就是意识到了这点 她才极致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虽是如此 《甄嬛》还是历经了诸多磨难 才得以坐上最高的宝座 可是现在的她已经没有了爱情 有意也是为数不多的了 而要说好姐妹 当初沈梅庄在的时候 两个人就是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姐妹 面对皇后等人的多次刁难 两人都是统一战线 倒是叫好些人羡慕了 只可惜沈梅庄的命不太好 她因为安玲蓉的一番计谋 在生下女儿后惨然死去 这使得甄嬛痛恨不已 如今她只能对梅庄唯一的女儿 竟和公主上心些了 而说到这个公主 她的出生倒算是比较一帆风顺的 因为母亲沈梅庄在两次怀孕中 都没有遭受到别人的忌惮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人疑惑了 沈梅庄是站在甄嬛这一边的 为什么她没有遭到打击呢 我们现在分析一下影视剧中的发展 甄嬛刚刚进入皇宫的时候 就是跟沈梅庄颇为融洽了 两个人是一同长大的好姐妹 哪怕到了后宫共同侍奉皇帝 也是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感情 开始沈梅庄是更受宠爱些 她的家世本就十分殷实 不过一个贵人的身份 便可以跟皇后分权管理皇宫 除以之外 沈梅庄的美貌十分出色 她一下就吸引到了皇帝 能够得到宠爱 便是在情理之中了 可是树大招风 沈梅庄引起了后宫嫔妃们的嫉妒 尤其是华妃那般嚣张跋扈的人 自是积极于在后方捣鼓 这一庄庄便是打造出了沈梅庄假月一事 皇帝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态度 一下是让沈梅庄寒了心 她深知自己遭受到这样的打击 是因为这个男人 可是她的行为已然是表明了对沈梅庄的不 上心 在这之后 沈梅庄便选择离开皇帝 从而跟从太后 一同在后宫中吃斋念头 因为这次 沈梅庄倒也是远离了后宫争斗的喧嚣 她是保证了很长时间的安全 只是没有那么多的权力 去保住所爱之人了 但沈梅庄也是幸运的 她因为真华的关系结识温时出 这个男人表现出来的温顺性格 很容易就俘获了沈梅庄的心 两个人在经历了一番事情之后 终于是修成正果 沈梅庄也是因此正是怀上自己的孩子 这个时候的后宫争斗 可算是相当激烈了 真华已经二次回到皇宫 这次的她 已经是涅槃重生 面对皇后等人的多次攻击 她都是想方设法以解决 这么一来 沈梅庄倒是有些幸运了 因为诸多嫔妃都是把目标盯中了真华 他们无心顾及沈梅庄 这便让沈梅庄能够保持安全的状态 后又可以成功得到皇帝的宠爱 当然了 皇后等人心中也是有所忌惮的 沈梅庄深厚 还有一个太后 如果不是太后 她怎么可能会有今天的模样 这一桩桩条件 都是成为了沈梅庄的保命符 大家都把心思用在对付甄嬛上面 也不代表没人看到沈梅庄 当初 甄嬛因为跟温石出司通一事 引起了诸多嫔妃们的一同讨伐 而皇帝也是甘于加入这个行列 可以看到 这个队伍中唯独没有沈梅庄 首先她是怀孕之身 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下活动 以防动了胎气 其次 皇后等人几乎是将她忽视了 因为在他们来看 沈梅庄并没有什么值得打击的地方 当然了 他们也害怕沈梅庄靠着肚子让皇帝心声退役 然后就这么放过了甄嬛 可是谁能想到 竟然还是有一个人盯中了沈梅庄 安玲蓉倒是一个心思颇多的主了 眼看着甄嬛就要反败为上 她便把主意打到了沈梅庄处 想着用这样的方式来让甄嬛受到重创 安玲蓉让宝娟将这些事情透露给沈梅庄 并且希望 她速速赶来 而沈梅庄因为动了心神 导致胎儿有所状态 且路上遭遇变故 竟然就真的中了安玲蓉下怀 这么一来 这场宫情闹剧便以这样的结局告终 最为可怜的应该就是沈梅庄了 她被当成了利用工具一般 非但没有帮助到甄嬛 反而是伤及到了自己 她在临死前垂死挣扎 竟和公主终于是顺利铲出 而这却也是拖走了她所有的生命 竟和公主的出生是幸运的 却也是颇为不幸的 如果当初沈梅庄可以老实待在自己的寝宫 会不会现在会是另外一番模样呢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联系删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